十多名穿着道服的法式 拿着旗子跟法器 口中念念有词 但仔细看这里不是道场 而是屏东恒春的出火静观区 这些宗教人士 有的站在火源处 有的站在围栏外 进行过火仪式 法师还说不用管别人 想怎样就怎样 离谱行径 让游客看傻眼 重要团体在这里做的动作 其实代表的两个意义 除掉我们本身的晦气 他希望接纳天地间 这个属于火的一个灵气 警官区被当成私人道场 肯管处将一国家公园法 开罚三千元 但出火警官区被恶搞 早就不是第一次 之前就曾有摊贩把蛋搬进火源区 大辣辣烤蛋 甚至还有业者带头交游客 违规烤爆米花 这回被宗教团体闯入 直接带人过火 擅自闯进火源区 罚钱事小 没有公德心破坏景观 台湾最美风景大打折扣 记得张春华评论报道